现在开始选老师 我选他老师 我选他老师 没有选郝老师 小欧雪 你是不是傻 你为什么要选郝老师 对呀 郝老师那么严格 小欧雪 你没有选错吧 我没有选错 我选的就是郝老师 大家已经选过老师了 现在开始去上课吧 小欧雪 都没有人选我 你选我不会后悔吗 我不后悔老师 本来就应该选郝老师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同学们 开始上课了 这节课 我们一起来打游戏 哇塞 打游戏 这些太好了 我还给你们带了 薯片可乐辣条 你们打游戏累了可以吃 这也太好了吧 上课竟然还可以吃零食 当然可以了 在我的课上 大家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老师 我困了 我想睡觉 可以 太好了 老师 那我想出去玩 可以 太好了 老师 我想吃草莓蛋糕 没问题 老师这就给你做 老师这些太好了 不用写作业不用做实题 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我喜欢赵老师 我们也是 赵老师贵 小雪 这节课我们来考试 可是老师 我还有一些题目不会呢 没关系 咱们先考试 等你做完试卷就能知道 自己是哪些地方不会了 老师可以单独辅导你 太好了 谢谢老师 小雪 你怎么还在这里考试啊 小贝姐姐 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当然是因为 我不用上课了 小雪 你也太惨了 谁让你选好老师的 现在后悔了吧 就是 你要和我们选一样的话 现在就可以和我们一块玩了 我太不羡慕了 你们快走吧 我还要考试呢 小雪可真傻 大宝 我们走 小雪 我来给你劈卡试试 小雪 你得了一百分 真的吗 太好了 不过你回家还是要好好完成作业 我知道了老师 现在开始考试 确实大家的试却可以开始答题了 完了 根本没有学习 这个怎么做啊 不对啊 我什么也不会 我也是 卡丽阿姨 我做完了 小雪 你竟然这么快就做完了 我看看 不错 小雪一百分 谢谢卡丽阿姨 熊妹大宝小贝 你们还没完成吗 我来看看 什么 你们什么也没写 全是空白的 我不会 我们也是 实在是太过分了 明天 把你们的家长都叫来 另外 一人做十张续卷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再也不要诈老师了 我要诈 我要诈 我要诈何老师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来诈老师 你们会怎么诈呢 还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我想橫色蜡笔 我想绿色蜡笔 我想黑色蜡笔 我想黑色蜡笔 黑色那么难看 小雪 你为什么要选黑色蜡笔呀 就是 这次食物大赛的冠军 肯定是我们 你就当着哭鼻子吧 我喝 我喝 终于完成了 小贝 你怎么把汉堡可乐和香蕉都涂成红色了 这是我为比赛准备的食物 可好吃了 妈妈 你快尝尝 看起来好奇怪呀 我可不敢吃 我喝 大宝 家里的牛奶去哪儿了 倒在这儿了 牛奶不是白色的吗 怎么变成绿色的了 嘿嘿 好看吧 这样看起来好喝多了 妈妈 你快喝吧 还是你自己喝吧 我去买白色的牛奶喝 妈妈也太胆小了 那就留着参加比赛吧 我涂 我涂 食物都涂成黑色了 这样真的能获得冠军吗 要是有各种颜色的蜡笔就好了 没问题 我来满足你 你是谁 我是蜡笔里的彩虹精灵 彩虹精灵 没错 其实这不是普通的黑色蜡笔 而是能变换各种颜色的神奇蜡笔 谢谢你选择了我 你想要什么颜色 我都有 真的吗 那可太好了 苹果是红色的 我画 橙芝是黄色的 我画 包包糖就画成彩色的吧 没问题 别 太好了 这样就能参加食物大赛了 食物大赛现在开始 我先尝小贝的 怎么样 好吃吧 好赖啊 我要喝水 给你可乐 怎么连可乐也是辣的 小贝零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还是尝尝我的吧 没想到大包还喜欢喝蔬菜汁 真不错 这是什么饮料啊 怎么一股草味 大包也是零分 什么 这明明就是牛奶啊 怎么会有草味呢 小雪准备的食物 看起来都很正常 我来尝尝 苹果好甜啊 橙汁也很好喝 棒棒糖也很好吃 小雪一百分 太好了 我不服 小雪准备的食物那么普通 为什么她就能得一百分 就是 而且她只有黑色蜡笔 怎么可能换出这么多颜色 她肯定是作弊了 小雪 是这样吗 我没有作弊 妈妈你要相信我 可是 黑色蜡笔确实化不出那么多颜色呀 你真的没有作弊吗 我作证 小雪确实没有作弊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我宣布 这次食物大赛的冠军就是 等一下 我们都给食物涂了颜色 为什么只有小雪的食物好吃 我们的食物不是辣的就是一股草味 这是因为 你们不遵守自然规律 乱涂颜色 所以食物的味道才会错乱的 原来是这样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嗯 这才是好孩子嘛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颜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电池国王快帮我们抽屉 来 我先帮你们开机 我先来 能量传送 哈哈手机 电量过低 原来我是哈哈手机宝宝呀 谢谢你电池国王 接下来是我 能量传送 苦苦手机 电量过低 我是苦苦手机宝宝 电池国王我也要开机 对不起小雪 我的电池能量已经耗尽了 不能帮你了 那我怎么充电呀 你们要找到真正的主人 他们会帮你们充满电的 我们一定很受大家欢迎 只有小雪没人要 嘿嘿 听说啊 充不上电的手机 会被当成垃圾送到回收站呢 是吗 那我怎么办呀 哇 好的手机宝宝呀 休闲我 嗯 我给哈哈手机宝宝充 充电 哇 怎么充不上呢 主人 只有哈哈能量才能帮我充电 原来是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主人加油啊 差一点你就能帮我回家了 让我想充电开心的是 哈哈哈 谢谢你主人 我充满电了 快跟我回家吧 我要用你玩游戏 哥哥 这里有两个手机宝宝 我们够好一人一个 那我给苦苦手机宝宝充电 破手机 怎么没反应 让我续续 哇 怎么也没反应 只有苦苦能量才能给我充电 男子看怎么能哭呢 给我充电吧 主人 破手机屏幕都不亮 我再不要 可可我们走 嗯 不吧不吧 我要手机 哇 主人你的苦苦能量好厉害 我已经有80%的电了 哈哈 大可了 可可继续哭呀 还差一点 可我现在很开心 哭不出来 哼把你的棉花糖给我 我的棉花糖 可可别哭了 你看手机宝宝已经充满电了 主人 我们回家吧 只有我找不到主人 我不想被当成垃圾回首 破手机 烦死了 害得可可哭个不停 可是我需要个苦能量才能充电呀 你还是紧垃圾桶吧 哦 玩手机 一玩游戏就没电 不是的主人 你一玩游戏就生气 我的电脑才会耗尽的 哼 第一关都过不了 我能不生气吗 我不要你了 主人 别丢下我 没有我 你怎么玩游戏呀 对了 这还有一个手机呢 别选他主人 他是最没用的手机 不是的 我能用 只是没人给我充电 我给你充电 太好了 我充满电了 哇 好厉害 你竟然是万能程序手机 任何的程序能量都能帮我充电啊 哈哈手机宝宝 你还是被回收吧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主人了 小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我们下次再见哦 我要撕碎你的作业 你 我还要拆下你的客桌 黑暗可可 你太过分了 我要去告诉老师 哥哥 大宝要跟老师看我的桌 大宝 你好小气呀 可可还是个孩子 就是啊大宝 你也太小气了吧 可可我们走 我妈妈今天做了好吃的蛋糕 小贝 快来尝尝妈妈做的蛋糕 好香啊 妈妈做的蛋糕最好吃了 哥哥 我想吃那个蛋糕 等我 小贝 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吃蛋糕吗 差一点就忘了 等我把蛋糕分一下 黑暗魔王 你怎么把蛋糕都抢走了 不是你请我们吃的吗 难道说 你要反悔 可是我没有说要全部给你们 小贝姐姐 你未免也太小气了吧 不就是一块蛋糕 就是就是 请朋友吃块蛋糕还这么小气 我看 你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做好朋友 我 我 你们太过分了 小朋友们会给你打零分的 我们黑暗家族 本来就是做坏事 小朋友们才不会给我们打零分的 小朋友们最喜欢我们黑暗家族 他们都会加入我们 你们太过分了 哥哥 我们去找小雪姐姐吧 哈那里有好多玩具 我们把它抢过来 小精明 快出来 小贝妈妈 小雪妈妈 大宝妈妈 发生什么事了 黑暗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 大宝的圈子都被撕碎了 我家小贝的蛋糕也被抢走了 小雪的玩具也被他们抢走了 什么 黑暗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才知道 你们会来找小精灵 黑暗魔王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们这么做 小朋友们会给你们打零分的 我才不怕呢 我看谁敢给我打零分 就是我哥哥最厉害了 小精灵 我要把你变成猪头 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 黑暗可可 欺负同伴是不对的 你们现在承认错误的话 还有机会 我们才没有做呢 既然这样的话 出来吧 黑暗老爹 你们 虽然我们黑暗家族喜欢做坏事 但欺负同学是不对的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要把你们变成猪头 不要老爹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欺负小朋友了 这 这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我要不要相信黑暗兄弟呢 就是你拿着我的娃娃 还不承认 说了不是我 你就是不相信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宝 我不想跟你做好朋友了 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了 不见就不见 咔 大家实在太棒了 演得真不错 那当然 我可是小辈 演戏好多玩 哎 小雪姐姐 以后这种事还找我 好 听说小雪在拍视频给大家看 我也去试试 我长得这么漂亮 万一能做大明星 小雪导演 我也想拍视频 你也想当导演吗 不是不是 我想做你的爷爷 可是 这里没有适合你的角色 那你给我加一个不就好了 不行 大家都定好了 不能随便改 我看 你就是不想让我演 可是 我真的没有 小雪 你不让我拍 你也别拍了 黑魔法 天啊 弟啊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会相信大宝的 走 我已经离开了童话王国 以后 再也不会见小贝了 这个结局好像不太好 要不要改改呢 为什么大家 被吸气收影机里面了 我感觉到了黑魔法 什么 黑魔法 难道是黑暗王国的人干的 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要赶紧 把小贝大宝救出来 好 我该怎么做 什么 黑魔法 你要进去 把小贝大宝救出来 好 小雪 你也进去吧 就是你拿了我的娃娃 还不吵架 说了不是我 你就是不相信 你想到你是这样的大宝 你们不要吵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要吵架 大宝趁我不在 拿走了我最爱的妈比娃娃 他还不给我 都说了不是我拿的了 你就是不相信 你还是我的好朋友 糟了 这是我给他们安排的情节 其实是黑暗魔王拿走了小贝的娃娃 小贝以为是大宝拿的 难道 我们现在是在视频里的世界吗 小贝姐姐不是大宝拿的 是黑暗魔王 我亲眼看见的 什么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大宝了 我都说了不是我 好吧大宝 对不起 我不应该怀疑你 好吧 那我就原谅你 小贝姐姐 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 嗯 好 我们不是被写进了摄影机吗 你们恢复了吗 真是太好了 我们走 你们怎么出来了 全是你 还是 西娜呢 像我变成的西娜呀 小雪 你不是禁止了吗 怎么又出来了 小雪帮助我们扮演的角色解开了误会 我们就出来了 什么 这个魔法 只有改变摄影机里故事的结局才能解除 想到你们能做到 算你们厉害 我溜 艾莎 你往哪里跑 精灵之力 艾莎 你跟我去坏人管理局吧 不要 小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喜欢就给我点个赞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